哈喽大家好,我是玛琳达 万圣节快要到了 我们来学折一只纸臂蝙蝠吧 这个作品实际上需要用一张1比2的纸来折 所以说如果你用纸臂来折的话 可能要把钱剪短一点 这个成品最逼真的部位就是它的两个翅膀 这个需要利用指甲来做一些整形 那么我们就开始吧 折这只蝙蝠你需要一张边长为1比2的纸 我这里用的是15×7.5厘米的大创的折纸 从白色这面开始先对折 分别把两个正方形的对角线都给折出来 之后在两边都需要做出这样的一些角平分线 就把边朝着45度的线来折 之后呢 把这里两个角折下来 然后上面连接这儿的两个点 折一下 打开回来 然后呢 再把下面的两个角折到背后 然后这个边朝着这条折横折 上面的边朝着这条折横折 另一边也是同样 之后呢 再恢复 右下角沿着折横折一个兔尔折上来 朝左右摊平 并且把剩余的这个小三角形 从中间打开 压平 然后再做一个花瓣折 然后再做一个花瓣折 先把底下的两条边分别朝着中线折一下 然后把它往上打开 压平 之后把它给摊开 然后还是沿着这两条线折上来 把这块正方形这样子摊平在这儿 然后把下半部分的这个小三角形 一样的做兔尔折 左右摊平 就会形成这些折横 左下角也是做同样的处理 打开之后呢 再把左上角和右上角折下来 上面这块也做一个兔尔折 沿着这个三角形的三条角平分线 把它给聚合起来 打开之后呢 现在就应该有这些折横 之后呢 把它沿着如图所示的扇线和骨线给收起来 先从中间开始收 沿着 刷后 这里就会成为头部 这里是翅膀 然后呢 这块会变成脚 脚把它一凹一凸 交错的折上来之后呢 再把纸层沿着折痕 做内翻折 就会得出这一个尖 它就会成为它最终的脚 这里呢 现在纸层是没法摊平的 所以说可以把它 在这里压平一下 也就是在这儿稍微的 做一个折痕 这样子做后面的操作 会方便一些 现在呢 这只蝙蝠就长这样 先把它的翅膀 再这样恢复下去 处理头部 这块折下来 然后呢 边朝着这条线来折 折完之后 支撑 这样往后折 在这里非常用力的 捏个折痕 再恢复 这样子立起来 就是它的耳朵的部分了 对面也做同样的处理 然后呢 把这个点连接到后面的尖 再捏一下 我们需要把它的头 给做立体 中间的这个纸层 把它给上边朝着底边来折一下 然后沿着这条折痕 做一个成折 把这块纸层塞到底下去 之后这里剩余的纸层 再把它左右这里都折下去 恢复一下 也就是需要把中间的纸层 给藏起来 然后呢 外面这个头部的形状 就可以展示在这了 大概就成为这样子 之后呢 把翅膀再恢复上来 然后把底下这块 蝙蝠是没有尾巴的嘛 就把它给藏起来 从这个点 把它折上去 然后上面的再折下来 就这样藏到纸层中间 再关上 然后这里 这块纸层 再把它往后折一个角 翅膀上面的边 朝着这条线来折 然后沿着折痕 这里做内翻折 之后呢 就需要把翅膀给整形一下 首先先把翅膀的 上面的这一个边 捏一条上来 然后从上面的这个尖 到底下的这个点 折一下 这里呢 大概分成三等分 再折两条 在对面做出同样的折痕 然后呢 把这里底下 纸层做出一些弧度 把这个边往后折 不需要折得非常精确 因为真正的蝙蝠也不是完全对称的 之后呢 再沿着这里的三条折痕 把它们分别都捏一下 在正面用指甲捏着 在背后用手指顶一下 就可以做出这样子的一个凸起 右边的翅膀就这样了 翅膀就差不多弄好了 之后还需要把这个角这样折一下 然后沿折痕做一个外翻折 这样子差不多就是整形完成的样子了 今天的蝙蝠就这么的完成了 对我能偷个硬币 顺便关注一下我 之后在评论区留个言 写点建议 下期我们再见吧 哇哦 好